对啊 你坐在这儿我也没法工作呀 那你让我上哪儿啊 回家呀 我这一会儿就忙完了嘛 好好好 那你先忙吧 我 我先走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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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事了 我送你回去吧 你没走吗 我一直在楼下等你 不是叫你回去休息吗 你都这样了 还为公司加班 我回去睡觉 我还是一个人性的老板 那你也不能 在这儿等这么长时间呢 心疼我了 那你赶快上车 我也想回去睡大觉啊 走 你该还去睡觉 你当然在那儿 哪儿 你也想做 你会 你还提醒过 我呢 你还是给你 没有啊 我知道 我知道你在怪我利用周慧明 跟我表舅对着干我知道 但飞飞 我没办法呀 我这是在自卫 我表舅她步步紧逼 极力阻挠这个项目 我不反击 她就会把我逼到绝境 这个项目我输不起 我真的输不起 飞飞 你要是我 你会怎么办 所以啊 飞飞 你不要认为我不近人情 飞飞 飞 我真的是 我真的要认识我 我真的不太小 我真的要想啊 会不会 醒了 太困了 睡着了 本来想让你多睡一会儿 看什么呢 杭忠 多美啊 是啊 很美 完成这个项目之后 我要你嫁给我 你说什么 等完成这个项目 我要向你求婚 你愿意吗 你愿不愿意 灿衣 我们说好的 项目完成之前 什么都不谈的 先把这个项目做好吧 以后的事 以后再说 好 送我回家 我回家 我们快吃 我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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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为了蔡爷爷这么拼命 他是不是敢动得一塌糊涂啊 他向我求婚了 什么 他向我求婚 真的呀 菲菲 他真的跟你求婚了 太好了 你终于修成正果了 我没有答应 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 本来我想呢 我应该很开心 可他真说出来 我反而觉得 我好像没那么渴望了 这是为什么呀 说不清楚 难道你在玩欲擒故作 去你的 我还没那张力呢 菲菲啊 你都快成齐天大胜了 你还顺着干嘛 赶紧把自己嫁出去吧 什么意思 不是啊 你要哄我走啊 不是啊 你 你自己想清楚吧 别错失良机了 你没什么呢 我以为你 那个 你爸 你怎么 你怎么 为什么 都没有 等我 感觉 好 他 你呢 我 那都为谁 我担心这些事 跟表姑妈说了 她会承受不住的 所以先等你回来了 你说 你看这张名片 是我在干爹的衣服里发现的 承信地产 我干爹现在做的事 对不起你隐形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雅琴 我知道这件事让你很明白 你能来跟我说我非常感激 这件事就让我来处理好吗 那我干爹会不会有事啊 现在还不确定 我还得跟我妈商量一下 你就当什么都不知道 一切由我来办 那我先走 雅琴 谢谢 薛总好久不见 中文越来越好了啊 哪里哪里 请坐 请坐 好好好 来 您坐 光木先生 我们的企划书已经发过来了 不知您看了没有 看 看过了 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问题 那是 另一家公司开出的条件 比你们好 好 有什么条件 他们在分配利益和前提投入方面 要比你们优惠 我们的预算已经是最低了 他们比我们还低 这其中就有问题了 哪里卑鄙 哪里卑鄙 高木先生 EAC在建筑界的业绩是响当当的 我想 如果我们两家公司强强联手的话 一定会再创辉煌 最主要的是我们看中贵公司的资质 我相信您在行业多年 也不会轻易相信一家没有业绩的企业 嗯 顾小姐的话 以臣见血 EAC是老牌公司 这样吧 我在报警总部 对你们两家进行最后的评估 那需要多长时间 好 等我的消息吧 我要确切的时间 顾小姐真是寸步不让啊 中国有句古话 时间就是金钱 知理明言 好吧 十天十天 一个星期吧 好 学总 希望我们能够合作 OK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请讲 高木先生方便告诉我 我们的竞争对手是谁吗 这个 这不大方便吧 是程新地长吧 你怎么知道 希望很快有您的好消息 好 希望我们合作成功 程新地产是哪家公司啊 一家新公司 新公司敢和杭州的地产 EAC竞标吗 新公司不假 可是它的老板 我们并不陌生 谁啊 我表舅 张副总啊 真是笨哪 让人有机会借机下蛋 让他回来跟我抢市场 我怎么那么笨哪 那说不定 不是张副总呢 可能是巧合 听理下有这么巧的事吗 那你打算怎么办啊 我不能给他 出卖公司的机会 我必须上报董事会 薛灿 你不要冲动啊 菲菲 这事你别管了 你只要搞好你的设计就行了 他出卖公司自作自首 董事会这次也帮不了他了 你太太还好吗 好多了 什么时候回来上班 明天 明天立会 董事长和董事会的各位董事们都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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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什么事了吗 有人出卖公司 董事长和董事长和董事长和董事长